长沙臭豆腐制作方法 长沙臭豆腐,闻着臭,吃着香 它既具有白豆腐的新鲜爽口,又具有油炸豆腐的芳香松脆 其实,长沙臭豆腐制作过程并不复杂 接下来,我就为大家介绍下长沙臭豆腐的制作方法 第一步,炙豆腐 将黄豆用水泡发,泡好后用清水洗净 用石墨磨成西湖,再加入温水拌匀,装入布袋内 用力将姜汁挤出 将姜汁入锅,用大火烧开,倒入缸内,加进石膏汁 边加边用木棍搅动,搅15-20转后,冰上少许水 约过20分钟后,就成为豆腐脑 将豆腐脑舀入木盒内,盖上木板,压上重石块 加去水分,继承豆腐 第二步,卤水制法 加入豆豉2.5千克,清水15千克,烧开 过滤后,在汁水内加紧1500克 浸泡半个月左右,每天搅动一次 发酵后,继承卤水 第三步,油炸臭豆腐 将清盘放入桶内,倒入废水,用棍子搅开 放入豆腐,浸泡2小时左右 捞出豆腐冷却,然后将豆腐放入卤水内浸泡 泡好后,沥干水分 再将茶油全部倒入锅内烧红 放入豆腐,用小火炸约5分钟后捞出,放入盘内 用筷子在豆腐中间钻一个洞 将辣椒油,酱油,麻油倒在一起调匀 放在豆腐洞里就可以了